詞跟 Shields Extension recoil 學 導致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今日釀詩專題講座 演藝術教育啟蒙贋能 人領學生踏上自主學習之路 我是今天的 gua sally Polski 來自音樂教育名學院學士 當代音樂及研究教育學的一課 傳人教育在香港教育大學 培育學生的核心使命 亦都是体现教育为本 超越教育理念的重要手法 传统的全人教育 行靠学生起 德 智 体 环 美 五方面的发展 艺术对启动年轻人的成长 尤其肯定亦都独够的角色 以艺术教育启蒙富能专题港座 由教大文化与创意艺术学系 学生事务处 连同富能艺术教育运动 Arts is Love 联合举办 通过几位结束的音乐家 教育工作者 和艺术界领袖的分享 展现他们对艺术生命的视野 啟发年轻一代认识自己 探索生命 提升艺术文化素养 进而搭上自主学习之路 今日 我们教大很荣幸邀请到 三位非常有份量 而且也有功夫经验的专家 为大家进行讲解 关于艺术教育方面的知识 他们分别是 城市当代舞蹈团统事局主席 Arts is Love 富能艺术教育运动发起人 简里连博士 香港大学音乐系教授 作福家陈庆恩教授 香港流行音乐人赵珍熙先生 在今天活动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有请香港教育大学 文化与创建艺术学系 处理系主任 曾叶法教授 为今天的料师专题讲座 自欢迎前 有请曾教授 谢谢大家 各位内文 我不用大家时间多说了 首先就是 第一就是欢迎三位艺术家 英国教育家 就和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第二就是东道主 我们就香港教育大学 文化与创建艺术系 和学生事务处 陈生 就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 怎样可以 加上这个富能艺术教育运动 可不可以做出一些火花 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三位讲者 等下讨论 或者他们讲了什么特征 就能够给大家一个刺激 和一个更深的感觉 在这里再次欢迎大家理留 和多谢三位讲者 等下就给时间多些三位的分享 多谢 谢谢 谢谢曾教授 有请曾教授到台下就座 今天专题讲座的第一位分享嘉宾 是城市当代舞蹈团 董事局主席 Art is Love 富能艺术教育运动发起人 简未连博士 和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艺术教育的心得 简未连博士是Art is Love 富能艺术教育运动发起人 转移范畴包落高等教育 艺术教育 香港电影研究 音乐及慈善工作 而且他亦都致力透过唱片公司 执行董事的角色 制作优质的音乐 作品和舞台表演项目 达致共用多元文化特色的目标 简未连博士亦都积极参与慈善机构义务工作 包括担任城市当代舞蹈团董事会主席 息息源人导社区关外计划顧问 以及为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重建及福收委员会担任囚款工作 学术背景包括经过文学及比较文学 工商管理 电影研究及教育与经济的活动关系 事不宜迟 我们邀请简未连博士 我请简未连博士 大家好 各位朋友 各位未来的教师 今天能够在教育大学 跟大家这么轻松 对技术教育这个课题交流 是很难得的机会 这个是五间以音乐为主题的交流项目 并非正规的课堂时间 但这不代表今天我们讲的题目 不值得大家重视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验 就是最影响你人生观的事 或者物 往往就是发生在你万一经意 或者是毫无心理准备的一刹那 可能是因为你的心理状态已经准备好了 而你在放松的自然的状态之下 就会对一些触合你心灵的理念 产生了动力 我很希望能够在这里 和大家共度这个奇妙的一刻 就等我们趁着一个清闲的五间时间 讲一讲中英数 或者重点科目以外 有关闲科的问题 今天等我们几位 酷爱闲科的人 陈兴恩教授、赵珍熙先生 和大家分享一下 闲科是如何影响人生目标 或者是一些根本性存在的问题 为了准备今天和大家对谈 我在这几个月来 其实是看了不少关于信 关于演讲如何感染观众的资料 其中有书本、文章、录影片段 在准备的评价 最令我感到受益的莫过于Tech Talks Technology、Entertainment and Design Tech 我想趁这个机会 和大家大力推介 对我来说 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希望你们都会从中受到啟发 在座不知有多少个朋友听过Tech Talks 真的没有了 希望愈来愈多人可以看看 我自己就获益良多 Tech 的使命是向爱众推广一些值得传重的理念 Ideas worth spreading 是无私的付出 而被选众跟上Tech舞台的都是一些演讲能力 能够触动人生 和他们演说的内容 发人生成 其中有一位当代结出的教育家 Serkat Robinson 他在2006年2月的Tech Talks 问了一个很尖銳的问题 他问为何学校保障 学生的创意 creativity 和他们的色字的能力 literacy 同感地对待 甚至是列为必修的课程 当然这个是教育理念 和社会价值观的问题 我们社会相信中英素等重点 学过会为下一代准备好 他们未来是社会蜡烛传活 而创意好像只是虚无缥缈的抽象概念 又没有把握可以教得好 更不可以轻易浪两角 他预期的教学成果 其实 《啟发创意》这个说法 是否不切实际 亦或是迫在未切呢 一般学校的答案 当然是前者 不切实际 理由是这些不能触摸的课题 实在是犯不着 不值得我们花精力去理解 于是大部分的学校 又回到一个狹窄的范围 去训练和评估学生的能力 学生所能学到的是分换别类 专门的 碎片化的知识 香港是这样的 甚至很多先进欧美国家也是这样的 相差的程度是不同 有什么可以整合到这些分隔开的学术知识呢 学生能够如何体会这些知识 对于他们的人生的重要性呢 问题是他们是否有机会 在这个方面去思考 是谁会鼓励他们这样想 是谁会告诉他们 这样是重要的呢 我们相信 在座有不少同学 或者在職的朋友 都或者会认同以上所提及的问题 是重要的 但是他们又会顾虑 社会上主流的想法 都不是很愿意思考这些 不切实际 难以触摸的过题 而可以掌握和量度的 就似乎是学业成绩 学校的评级 社会上的就业率 人工比率等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 啟发学生创意的重要性 让我讲一讲以下的事实 在过去十多年的全球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 创意产业其实是被受推送 创意是被公认为科技所无法取代 能够推动社会世界新经济的重要力量 创意产业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想象力 创造力 如何和现代科技 如何和现代科技配合 创造力是怎么来的 在这里我想引述一下 我的老师 香港大学的荣誉教授程丹宁的说法 在几个月前 在一个形式相近的研讨会里面 他是就着 《不一样的教育》这个过题 是向议会者最讲述创造力的锻炼过程 我认为是十分值得大家去参考的 沿着这个思路 相信大家察觉到创造的能力锻炼 其实不是很需要老师提供大量的教材 反而是需要老师赋予学生思考的空间 提供经历 带出学习的主题 增加他们对学习自主的信心 老师由平理心出发 鼓励辅导 这个是赴能 empowerment 的过程 往往牽涉到心灵上的交流 也是学习者 他们如何内化了生活的经历 成为他们自己个人想法的过程 艺术和文化素养 是会激发学生的想像力和创造力 做就优秀的就业人才 增加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 生产力 经济效益 和竞争优势 如果说经济和艺术是扯不上关 这个说法 根本我们想深一层是不成立的 也都今年同协助学生为未来投身社会 做好所谓生涯规划有关 这样有回到教育最基本的目的 大家都可能耳熟能长 是为什麽 就是为了培育下一代 令到他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未来是不可知的 艺术教育的成效本身 亦都存在很多不可知性 unknown 和难以确定性 uncertainties 学生唯一能够掌握的就是他们自己 自己如何透过思考 他们自己本身的经历 发现自我 从而认识生命 这个过程里面 包括他们自己反复的思考 和实践 需要老师对学生的信心 和学生自己进行探索的勇气 如何去take risk 艺术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们常常说 教育是生命影响生命 如果你只是全理学方向的知识 不谈及生活生命 教育的过程 其实也是很大的决心 学习成效难以掌握 但是人生其实学上不是这样 这些探索经历是需要老师 循循事有的 提供空间 让他们自主学习 这个过程是互动互为因果的 学生在过程中开始发现自己 自己的潜力 自己的本质 自己是谁 而同样的经历 其实也适用于老师本身 所谓教学相长 是一个老师对人民学科 持续学习和追寻 用会他们自己的心得 继续啟发学生 我们希望能够说明 这件事就是创意的啟发 是离不开艺术的认识和感知 通过我们自己的经历 在生活中所揭示的深层意义 例如 对艺术感兴趣的学生 例如大家是艺术系的 或者是音乐的 你们是未来的老师 或者从事相关的学业 这些学生会好奇地发问 什么会驱使艺术家画一幅画 作一个弱曲 做一件wild show 一场舞台剧 写一本小说等等 等学生接受艺术的分图 无论是哪个影响的艺术 或者是一个深度 其实就好像为他们开启了一道大门 这道大门 赋予他们力量 成为有想像力 分析力 和沟通能力的自主学习者 这三样能力 想像力 沟通能力 分析力 其实是会促使他们 在无论学什么科目 都会成为优秀的学习者 亦是说 爱好艺术的学生 他们不一定会成为艺术家 但是他们肯定会成为 充满了好奇心的 出色的自主的学习者 在教育理论上 在教育理论上 艺术和艺术的经历 我们可以怎样理解呢 根据史丹福哲学百科传书 中关于John Dewey 而不是那些带来艺术感觉的实体 例如一幅画或者一个雕塑 那幅画本身不是艺术 它带给我们的感觉 的经历就是艺术 我们透过知觉 意识去接触演艺作品 例如听音乐 观想舞蹈 画剧 电影 阅读文学作品等等 当然也是艺术经历 杜威的艺术理论指出 艺术是一种人生体验的沉淀 而这些体验 是指示我们平凡人 平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感知 他是这样说的 艺术的经历 实际上是指一种 达知圆满境界的经验 例如是一场 是一个难题得以解决 或者是一场竞赛 圆满地进行 杜威认为人生是由一连串 好像历史那样的经历所组成 每一连历史是有它的结构 起源 结论 过程 和节奏 每段有它的独特 贯设始终的特质 原本而昇华的生活经历 是构成艺术的感知 这些艺术感知 是需要教育工作者 赋予学生啟发 鼓励 提供思想的空间 要相信他们 知道他们会思考分析 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学习 为自己找出路 为自己找答案 今天我们有两位音乐家 赵珍熙和陈兴欣 他们会先后讲述 流行音乐和当代古典音乐 是怎样可以啟发他们本身 对人生和社会的啟发 以及这些啟发 可以怎样透过教育 培训的过程 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现在请赵珍熙 谢谢 首先很感谢Dr. Wong 请我今天来和大家做这个分享 另外也很感谢教育大学 叶博士 还有Professor 一会不会讲的 Professor Chen 还有这里好像 山顶的朋友很好 为什么坐得这么高 这是很流行音乐会 会听到的一些东西 今天讲的题目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怀疑 我自己能不能够可以 可以声音到他讲 当Dr. Wong叫我来讲的时候 我说我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就可以了 他说 好啊 都好的 你的工作经验 都可能会可以 inspire到 现在跟着做音乐的 或者是修读的音乐的人 或者将会是做老师的人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 我自己 我是陈真希 我是一个音乐发烧友 从小到大 我自己都是 不知为什么 会坐在琴上 自己 懂也好 不懂也好 都弹一轮的人 那我 在中学里面 我就已经 去到中五 我就自己觉得 我一定要做音乐有关的工作 所以 无论如何 我都要做这一件事 我不知怎样做 不知怎样才可以入行 但是 我就有这种想法 我想做音乐 就是这样 这样开始 我自己的career 那 当然 有时候 就是你喜欢这一件事 你会 不计成本 去参与一些 好像 就是 总之是有机会 玩音乐的机会 那我就会捉上去 那 其实那个机会 我怎样入到 这个career 就是可以start到这个career 就是 由我自己帮我的朋友 去 参加一些 歌唱比赛开始 那 他就去参加歌唱比赛 当不是我唱歌 我帮他弹琴 那 他参加歌唱比赛 我帮他弹琴 那 在面试的时候 我帮他弹琴 他唱歌 弹完之后 我老闆就坐 即是 高美来老闆就坐在 评判席那里 就问我 咦 咦 你也能弹一下 那你有没有兴趣做 我的assistant 那时候他就这样问我 那我认为好 好完之后 继续比赛 我朋友就 由30名 任了15名 然后被人失去出读 咦 咦 我没有老闆的电话 咦 咦 我怎样可以找 我怎样 他问我 有没有兴趣做 我说有 但是我没有他的电话 我怎样找他 其实那时候呢 就是大台主板的 歌唱比赛 那大台的监制助理呢 就帮我找了这个老板 叫李小田 其实 那是一间唱片公司 做唱片播副经理的 那时候 他帮我找了他的电话 电话就在了 打不打就自己决定了 那其实他对我来说 是一个 一个 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人的话 我其实 是认不了这一行 因为 你没有那个电话 你就找不到那个人 你就 就是不会可以 connect 那 他其实 就是push了我一下 那很多时候 我生命里面 我发觉 就是很多 这些push我一下的人 在那里 那其实 人家得到的机会 他最后决定 当然是你自己 我到底参不参与那件事 我拿到这个电话 我打不打 按不按 这个就是你自己 但是 很多时候 有个人在旁边 推你一下 你会容易做很多 原来那件事 那这个就是我第一个 那个人可能是 就是 我不想说是老师 或者是一个 中间人 有时候 可能是一个 类似的局势的人 那 那 那 入了行 那我就参与工作 有很多 很多 全部都是跟音乐有关 那我最初就是 抄谱 啊 編曲啊 唱和音 是的 我有唱和音 在演唱会里面 最初是唱和音 那也都 后来进化到 弹Keyboard 然后有去主理整个show 但是我自己 在我一个阶段 都有很多 就是 在不同的崗位带着我 就是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 你进了去之后 你肯去跟的话呢 就有人会 肯share 他的 experience 给你 就是 你自我现在 自己 那他就 很肯share 我在这行业里面 那他会 说 啊 唱和音乐应该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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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留意 那些 全部都是 こう 这些 real life experience 這些是學回來的 不過說到我自己最想做的東西 就是其實我自己很想做一個管弦樂團的指揮 我很小時候就是 我自己是classical piano training 但是有些學一下不學一下 級又沒有考齊那些 自己停一下學一下 很喜歡聽交響樂 然後自己在家開著背多分 當自己是指揮那一種 但是自己一直都有這個妄想 在心裡很想做一個指揮 一個管弦樂團的指揮 這個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經驗 有時候就說有些人會 你進行之後會推一下你走 你不懂我教一下你 自動走過來做你的老師 但是有些情況 去到以下這些情況 就是要自己去落辦解決 那想著想 我自己做了在 我其實和管弦樂團 都有on and off 有合作的 我做了都30年了 在這一行裡面 我最初和管弦樂團合作 就是幫他們在他們的pop concert 裡面彈合 就是這麼多 譬如李克勤演唱會 李克勤和香港官員合作聯 我就在幫他彈合 就是看著他指揮做事 就是看著他 很開心 當時已經非常開心 從來都沒有想到 不知道怎樣才可以 站在那個會是怎樣的 會不會有機會 有少一天呢 然後在2014年 我就已經開始 就是在幾年前 就是2014年 我就有一個機會 跟迪士尼合作 因為迪士尼一向都是 我自己的客戶 我一直都有幫迪士尼公司做事 2014年就是他們90週年 那迪士尼公司90週年 他們就有一個 他們想著 就不如搞一個演唱會 我說 我有流行歌手的contact 案 不如我找流行歌手 唱你們的歌 那我就開始搞了 我們就預約了香港的會議 伊士尼勘中心 Hall 5 就做兩場 就是那年的9月12、13個 就邀請了李克勤 陳偉林 張敬軒 Seal Star 這些歌手 我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來幫忙一起表演 那當我自己 開始去 去想到productions 應該怎樣做的時候 那時候 我當然要請樂隊 當然 那我就 開始筹劃 因為是迪士尼 很多的歌 全部都是有樂團 那我自己也想 是不是應該找個 自己組一群 pick up 的 orchestra 回來呢 然後呢 我就突然收到 我 在Horn of the Harmonic裡面 的一個朋友 他是 Horn of the Harmonic 那時候的 Program Director 叫Ralph Wilson 認識了很久 不知為何突然之間 就在那一年 因為我們9月做 我應該是大概3月左右 收到他們的email 就說 喂 我們有個空檔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在找機會 和香港公演樂團合作 那 我有個空檔 真的 有沒有機會可以合作呢 你會不會有些事情可以做呢 因為他們 香港公演樂團都間中會做一些 和樂盟歌手合作的音樂會 那我 我表達過 我想 如果你有 你告訴我 我們就 不如合作 那他真的訂了email 那他說 那日子呢 就是9月12月13日 那 就是 一時 都很像那些 大台劇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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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我做 音樂會 你說 那兩天做 那我自己想 真的要做得這麼巧 那那時候最初 我想呢 其實有少少激氣 就是等 問了那麼久 突然之間 兩個機會一起做 那 我最初 我沒有想過 是兩件事 可以合在一起 那也都 後來想想想 不如 就大膽地 邀請他們幫我 去做 這個 迪士尼 音樂會 的樂隊 不如 那也都 他們聽到 就 因為他們是需要 因為有人 好像 因為他們那個日子 有一天 就是 掉了他們的底 那他們一定要找一些 折磨在那兩天 那所以他們都 都二話不算 就答應了 就說 好啊 那我們就做了 那 答應還答應 那我自己 最初的想法是 就是原本 自己去找一隊 orchestra回來 我自己去指 就很厲害 因為我請了 那些人 我請 我指到怎樣 他們都不會怎麼出聲 就是我懂指 不懂指 他們都不會怎麼出聲 但是 現在 是 香港的音樂團的話 那情況就有點不同了 因為 我只是幫他們彈琴而已 以前 那突然之間 就是 我在想 如果我 真的做這個concert的話 我其實應該是 乖乖地 去彈琴 找個指揮來指這件事 那但是 就是去到那個 同學開會那個時候 坐下 聽我們的 啊 我們應該 怎麼處理各樣東西 激土啊 什麼時候的 日子啊 reversal date 然後問 那當然會問到指揮的問題 那那個 這個就是 他們的樂團經理 Kenny 就 他就很自然地 在那個會裡面反了一句 啊 嘿啊 你打算你自己指的了 那我就 我其實 我那一剎馬呢 就是 我沒有想過 他們會assume 我去找他們 然後我自己指 因為我不知道 可能他看了太多的超級對性 就是以為我是可以 handle 就是 真是一個 就是 什麼都可以 handle到的人 我其實是 首先 我先分佈 我沒有受過任何傳統training conducting 尤其是 就是 我的傳統training 就是 就是 脫頭脫骨的 piano training 其他東西 全部都是由經驗人別學回來的 那 conducting 我只是跟 尤其是 學了七堂 那 要指 然後他這樣 給一個offer 我說 我不知道為何他會assume 我會指導 香港股聯學團 那 但是我那個時候 我是一口答應了 就是 想到沒有想到 有啊 那一定會跳上去才算 是不是 那這個 一向是我自己做事的方式 那 跳上船 然後才想 如何撐 那 那 跳上船之後 就是 其實才開始識鏡 因為 真的 聽到 其實 香港股聯學團 裡面的那些 musicians 全部都是 老師級 就是 不是 全部都在演藝學院教 可能是 就是教學生 每個都是 有一大班學生的老師 就是 全部都是 是的 那 你要在 你要站在指揮台 令到他們 就是 你可以控制得到的情況 其實是 我也聽過很多故事 因為 因為 我有跟他們合作過 我聽過 有些 不懂得死的藝術師 就說 想站上去指揮台 那他們 就說 好啊 你站上去吧 那有一個 曾經有一個我不開名 那 那的藝術師 站上去之後 那他就 假裝自己 真的以為自己很厲害 然後又在說 留言 那最後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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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很不想看到這件事發生 那我自己 那時候 其實是非常抗底 因為 其實真的會震 想起這件事是會震的 但是 就是 唯有想辦法 去 怎樣 去解決 就是 當前 這個 這樣的 自己 create 自己的大難題 那 我就立刻 到處找 到底 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我 自己 這些大帝 之前 可以做到一些練習 那時候 應該是四五月 那我就 那我就 那我妹妹呢 就在 Torfield Armonic 裡面 做 就是外展 做outridge 那她就說 不如你找一個 指過她們的人 來 上下課 那時候 她就幫我找了 一個菲律賓籍的指揮 叫 Gerard Salonga 那 Gerard也很好人 她 我妹妹一 聯絡了她之後 她就說 好啊 好啊 我有對樂隊 可以讓你試一下 不過我在菲律賓 菲律賓 那我就去吧 那我就自己 就自費 走了 帶了我的arrangement 就飛了過去菲律賓 跟她 上了 一個非常非常intensive的兩天 那 那第一天呢 她就告訴我 到底有什麼要留意 就是 我其實很平衡 我知一點 不知道一點 但是她指過 然後她聽一下 她跟Honovia 我們合作 到底 那些 有什麼協士 其實 她說 你只要 你 對那個樂曲 夠熟的話 你可以 一直在路裡 play到 那首歌出來 的話 你知道 你夠熟的話 其實 她們 她們很厲害 她們 auto run 她們不用 不會有什麼事 這個是她跟我說的 那我當然半信半疑 那 第一天 就跟她做一個 一對一的上課 上了五六個小時 那第二天呢 就去指 她就是 菲律賓的國家電台 orchestra 的 musical director 那她們每天都有練習 那她就 捉了我去她們國家電視台的 一個 concert hall 裏面 就跟 我們 那天 我真的第一次 自己一個 full orchestra 我自己擺去的arrangement 那 是 真是 困難了 真的 嚇到 真的 不是開玩笑 第一次 因為 我 其實 很不插過眼的一件事 就是 做指揮 你看下去 就 動一下動一下 其實 你要對 你自己要做的音樂 最重要是 rehearsal rehearsal 你 go through 音樂 可以 你要熟到 任何一個位 哪裏有什麼事 一出事 你立刻 要告訴她 聽到很短的時間 收拾好了 什麼事 拿出來收拾好了 然後 move on 因為 跟 the armonic 合作 那 鐘是非常緊的 他們是 總之一 搭正 就收工 立刻走 那這個是 他們的practice 你不會得到 多一分鐘的rehearsal 那所以 你一定要在 我們定的時間裡面 完成了 你自己的歌 的rehearsal 所以 在這個情況裡面 我就 經過了一個 好 好 怎麼說 恐怖 差不多 的 彩排之後 我自己回到香港 那兩天之後 我自己 也曾經 有想過 到底 搞不搞一段 就是 在 掉了棍子 我可不可以 因為菲律賓那班 已經是一班 非常合作的musicians 但是 對著一班 就是 會 粉平尾 到底 是否做 夠不夠 bar 站在上面的人 到底我能不能 做到公壓力 那 自己也曾經 有一個放棄 但是 end up 既然 take up了一件 這樣的事 不做到底 好像不太憤氣 那我完結了那個 Ferifil rehearsal 回來香港 就自己在自己的辦公室 每天 play著那些音樂 就是 在腦裏面 play著音樂 在那個墳墓那裏 每天做一次 將整個concert 做一次、兩次 做了兩個月 就是 沒試過 唯有自己做多些 那我要 inside up 認識那件事 那這個process 直到去到 跟Honfield 合作的時候 其實 都很害怕 但是 起碼 我會知道 有事發生的時候 我知道 什麼地方有事 可以很快地解決到 那些問題 還有 我得到了 我的師傅 那個師傅 這個 就是 照自己找回來的 師傅 一個很大的提示 就是 怎樣才可以令那幫人 開心呢 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提示 就是 你最重要是 放棄 你如果可以放棄的話 他們一定不會很開心 真的 每一個session 我都make sure 因為準備得較好的話 其實 那個rehearsal 我們其實是預送了 那我差不多 每一個rehearsal 我都放棄他們 十幾分鐘 甚至乎 最後那個rehearsal 好像放棄了整個小時 他們是 非常之合作 非常之開心 跟我做完這兩場concert 那 做完這兩場concert之後 這個program director 其實 就走過來 Raf 就走過來 跟我 跟我握手 完了第二晚之後 咦 我們是不是可以想一下 我們下一個project 那 我想是一個最大的acknowledgement 我們這次合作 那我也真的和他們 去年 做了第二次合作 就是和 金妮姐 杰德恒小姐 和 香港國語音樂團 在去年做了 紅白藍 就是我們自己三個的一個program 那 將 這個是我自己 將自己的夢想實踐 就是 成為一件事的一個過程 那 很多時候是 我發覺 自己得到的機會 和 你自己的能力 是有一個discrepancy 通常那個discrepancy 都是難以估計地大的 那我覺得 這個也是 很多學生 或者很多人 在人生裡面面對的問題 就是 這個機會 到底我去不去捉住她 很厲害 那 我自己就是 那些 我捉住了 然後再去想辦法 去解決那種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個個人都可以做到 但是 有時候 我會覺得 我捉住了 我做得不好 我都會學到東西了 那我就是 用一個這樣的心態 在我自己的這個career裡 就是 一路一路打滾 那這個是我第一個分享的 我聽說我還有多少時間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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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我過了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其實還有另外一個 其實我很簡短地說 我另外想分享的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自己就在我這個career裡 就得到了很多東西 那我現在最近 我就開始 希望可以將自己 學的experience 分享給我自己 下面的人 因為其實我覺得機會應該是 其實 要有機會 才有人 可以去 嘗試 那我自己得到了很多機會 那所以我自己 現在呢 就在中學裡面 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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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e 自己這種做事的 就是 模式 我去 做音樂其實現在是 簡單得到 我鼓勵 就是在中學裡面 鼓勵一些年輕人 嘗試 你如果想做音樂的話 你其實是很容易 就可以拿著電腦 就可以做得到 就是我 在 我去年 就在八間中學講過 就是講了一個 這個課 那我那個program 就叫大台主 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去這個大台主 這個facebook 和網上去看看 那我 那我 也都 在 我今年也都會繼續做 那其實都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也都可以 在大學裡面 也可以試一下 做這個project 那就是 就是希望可以令到 有人 就是有思想 從事流行音樂的人 大家一起去找一些方法 怎樣可以去 可以令到這件事 變成為現實 就是這麼久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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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 各位教育大學的同工 其實我都是教育界 不是因為我是香港大學音樂系的教授 因為我 我第一間大學的大學學校 就是在各種教育學院 我也當過老師 應該說 小學科除了 如果這個家政和體育 我沒有教過 我什麼科都教過 就是在小學區 在中學的時候 我就教過歷史、音樂和地理 以前在中學當老師的時候 我曾經透過代課來賺這個生活費 當時我一放假就就去代課 因為我有一張教育課 所以我代課的人工是高於我的同學 所以我當時會爭取代課的機會 那今天 首先多謝 今年請我來和大家分享 也要多謝教育大學 給這個平台 我可以說一下自己的經驗 再說一說我自己 我不是一些 小時候有爸爸媽媽 逼我學講求那些 我家就 今天沒有錢去學一學 但是我記得我學一學的經驗 就是 我哥哥大了一年 我爸爸就聽人家說 某一間中學 就非常之好 就勉強地等我們進去 其實如果看家庭背景 如果現在 那裡的中學 如果現在 根本就沒可能這樣 我都很疲倦 我生在那個年代 我靠我考聲 就嘗試進去那間中學 那我哥哥就早了一年 進去那間中學 回來的時候 有一個國樂會 這個國樂會 他經常說我 就很響 所以我中一 進去 國樂會招生的時候 那我想說 我一支一支一支 幾一支 買一支粟 那一支 那一支就滿了人 那些師兄就說 不如你拉義壺 我就吃了拉義壺 所以我第一練樂器 就是拉義壺 那還要是當時 是不用錢學的 是師兄教師弟 那 那 學了一支 我參加校寫學節 就拿了獎 那在中學 很嬌 我每一次參加校寫學節 都沒有輸過 都是第一名的 那還拿了所有的 最大的獎 其中一個獎 就是1979年 我拿了一個 全香港派了學生 去英國 我第一次聽西樂 是在Royal Albert Hall 聽這個 《Badiffin City No.7》 我到現在就沒有很期待 我第一次聽西樂 的《Chamber Music》 就是聽Logo Margo Emmanuel X 那樣 那我想 我為何要講這個 經歷給你聽 我很好運 那些機會 我不是一些well of the family 我有一些機會令我接觸到音樂 令我看到那些可能性 我跟他拉如虎 我記得我第一次回到香港的時候 看香港大學教書 有個Jorothy的學生 說要讀一些音樂系的科 但我也聽到人家說 音樂系有個教授 你知不知道在如虎拉如虎的教授位回來 你可想而知別人對拉如虎的體盤 當然我學音樂的過程中 我曾經有想過做一個 異虎的演奏教 但是我想任何人 喜歡一樣東西的時候 你會是不計 我當時聽樂異會 沒有我一個正式的老師高校 很多年後就入了中文大學 才跟一個正式的老師學 那時候我學異會 有一些平衡就沒有譜 就買一些樂錦帶回來 錄音帶是卡式的樂錦帶 你可能不知道是甚麼 聽到音樂帶很難 我洗澡也拿著那個遊戲去聽 你學那首歌 來準備校正音樂節比賽 這些都是 就是告訴你 當一個人喜歡藝術的時候 是一種的 甚麼狀態 有人說 學藝術 學藝術 藝術 對藝術的追求 其實好像 愛情和宗教 這三個都要靠 passion 如果沒有 passion 是沒有可能的 還有 有人也說 creativity 人的creativity 在這三個的 是最厲害的 我想 我很難說宗教 我沒有資格說 也不是沒有經驗 你拍拖的時候 你的creativity是很高的 可能 你不懂寫詩 也想寫詩的 你可能曾經 自家不行 我們那個年代拍拖 如果你有一個外國女朋友 你要寫英文的 寫信 不是寫email Whatsapp 其實就 去除了那個creativity 以前就可以 因為你站好的時候 你就會寫信 而且有一個 expectation 有一個 longing 有一個期望 有時間的差別 現在就沒有了 我想 某程度上是真的 當你在藝術裏面 或者在一段愛情裏面 或者在宗教的時候 會有一個創造力 或者看東西是不同的 究竟如果這樣的時候 創造力 如果我要教 或者作曲 如果我要教 我自己是 現在 要問我 我的身份是什麼 當然我沒有答 我沒有教書 但是作曲 我承認 我不會認 我自己是一個 學生的創造力 那作曲 如果我要教 我自己 因為我的身份的關係 有時候 在一些 場合 就想問我 怎樣幫助學生的創造力 或者怎樣令到這個環境 在香港的社會裏面 多些人去說 那我想 作為教育的人 或者你問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回望我自己的 學習的過程 就是 你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你開得那麼多門 給你的學生 我應該會用 兩個很真實的例子 因為有了訪問 就是 那些 兩學生 就是最近 明報訪問 他們 這是很真實的例子 那 那 我為了準備這個 這個 那我就準備了 一些 slide 或者 剛才 我作為一個 開場吧 那 那 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一個很出名的 就是 加拿大的 文化評論 還有文學的評論 就是說 就是 creativity 這件事情 就是 很重要 因為 你有creativity 的時候 會想一些 不是想只是現世的事情 你想想是將來 不是想只是將來 一些是你想應該會見 和應該會發生 或者應該會 怎樣會更加好的 那我想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這個時候 需要有 怎樣教學生 有creativity 這件事情 究竟你們通過文學去教 還是通過音樂去教 還是通過音樂去教 還是通過音樂 都是 重要的 這件事情 那 那 那 我剛才說的 Ars 好像 這個是一個 研究 SARS幾月 的專家 他說 現在好像是在 寶寶中教 他就說 如果你 看藝術作品 就好像 你一段外城裡面 你是 看完 你會遮蔽了你的 但是因為遮蔽了你的 令你會看到不同的東西 這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教作不果》可以教你 我想帶大家看看這篇引文 這篇引文是一個在Cambridge 一個很出名的科學家 Cambridge這個LAB不太出名 因為現在我想可能多些 有10個諾貝爾獎的得主 很多人就訪問他 你為何令這個LAB更加 為何令這個LAB這麼厲害 有這麼多創造力 他就說你問我 其實是多元 你可以看佛洛倫斯 在當時一個不夠五萬人的地方 出現了一些畢業的人 我想他們當時沒有創科局 或者是創藝局 在當時是否整個創科局 或者是創藝局 可以拿到10個博會議獎 我想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應該是製造一個環境 而這個環境是鼓勵創業的 我每一次在大學中 要做什麼assessment accreditation 我都想叫一些高層 看看文字 因為我們做 accreditation assessment 要做很多文字 寫很多report 你拿一個大學的grind 可能又要寫很多report 寫很長的proposal 但是這位博家就覺得 這些其實是會殺死創餘的 你得狗出來的就不是 我其實看到這篇文章的時候 是2002年的時候 我剛剛看《報收害》的時候 看到這篇文章 當時有人請我們做一個conference 就說到一些團體怎樣 應該怎樣去 音樂團體怎樣去增加觀眾量 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多時候 藝術行政的人 有時候就問錯問題 我自己覺得 我們不可以即時看那個 那個什麼觀眾有其多 但是 和口非他們 因為要做 要交代 寫report 我覺得 做老師 或者我們在這方面 做教育工作的人 在一個製造的環境 那個環境是鼓勵創作的 那個環境是令到學生 看到有可能性 那我很幸運 我當時那間中學 在那個社會環境 我有很多 我不是一個 我原本不是一個讀音樂的人 是有很多的機會 而給了一些機會我 我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那既然這位科學家說 創意是自發性出來的 那究竟可不可以教育呢 那究竟可不可以教育呢 既然創意是自發性出來的 那我準備了兩個例子 那這兩個例子 都是一些香港教育的學生 那些講香港教育的學生 就說了我講修身的經驗 我可能interview過你們 一些同學之後 修身經驗每一年 突然間都放廣 無論以前的A-Level 或者DSA發覺 突然間多了很多朋友 因為有些人打電話來 說你以前是幼稚園 同班同學 我現在有個學生想讀音樂 就是突然間 會多了很多人跟你很朋友 那我有時候收一些學生 的時候 見過那些學生的 那個portfolio 很多獎 很多獎 真的不知道什麼商場 各奔比賽 什麼XX琴行 什麼三格 那些中學先生也都 recommend 但是大家都知道 香港大學的 收身盤壓是非常之高的 很多人怪香港大學 為什麼收同學 我可以說 如果朗朗未報 可能都不收 因為一定要 通過DSA 或以前A-Level 你一定要得到多少分才收到 不是你音樂彈得厲害 所以我覺得 如果當老師的時候 就不是叫你不要去香港大學讀音樂 而是說 你應該說清楚給他聽 你應該是要 就是有些門 沒有讓他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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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學生 我們都知道 是不可能收過 因為他的成績不太好 但是香港大學 收了一些學生 我最好的學生 我教外 最出色 或者最 在感覺裡面 做得最好的學生 他們原本 入香港大學 都不是做音樂的 他們來了香港大學 之後突然間 收了兩科 我想轉來讀音樂 下面一個例子 就是 明報 去年訪問了這個學生 他說 是一個化學系的學生 成績不仇差 就考慮了化學系 突然間說 要跟樂組局 剛才收了他的 他用第一科特業 他跟這個報紙 那個記者說 其實成績不教技巧 我教了一曲 是不教技巧的 我很少把我自己的 不是想收藏一些東西 就像中國人傳統 有些 最後一次不教 我不會 即他問我 遮我的樂譜 我會給他看 我的做法就是 由他自己 自己 我會解決 例如說 他有時 決定了作一首作品 我覺得 有些東西是不合理的 我會告訴他 你聽我說 你會不會合理的 但如果他死都要肯試 我都會給他熟 讓他習慣一招 他會知道 他就說 跟成績學 要碰很多釘 我自己覺得 學藝術 或者有創意的東西 你是要碰釘的 碰釘最好就是 你習慣一招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 我可以說 我一個故事 我自己 因為是中學出身 所以如果 中學團找過寫東西 中學團找過寫東西 我自己覺得很理所當然 因為 我對中國 因為中國樂器的認識 我自己都很自負 我當時在美國 香港中學團找過寫手機 很高興 當作為學生的時候 找你寫手機 搭乘飛機回去 聽完一個回合後 我直接在上環那裡 走一條街 走到 我問自己 我應不應該去學校作曲 因為真的是 垃圾 我自己 這個是要對自己 為什麼我要玩一部 如果那個人 那個真的學藝術的人 是有一種自省的能力 因為你創作的時候 你是居馬的空 但當你聽到那個效果的時候 你能夠批評自己 這個才會上進 我還記得 曾經發教學的時候 曾經有一年 跟香港中學團友 我看了很多狗狗 對你的手編的時候 我第一句告訴他 不要走 不應該再走 曾經說 我倒我自己 那是我寧願不走 我寧願倒我自己 我不想那首作品再出現 那 我自己因為這樣的創作經驗 我會覺得 學生 學作曲 是應該自己去摸 去摸作那些門路 因為這樣學了出來 他才會是他自己的東西 我在半途 他說要什麼帽子我借給他 他說要想學那個Style 我告訴他 你看看誰是誰 那之後 那些東西 才會內化你 他自己的東西 到最後那個Creativity 才是他的Creativity 我不希望 我的學生做出來的作品 跟我一樣 那這個 其中一個學生 他 這個不是一個 幸好香港大學 又跟他一樣 在當時我做的 可以收一個 化學系轉過來的學生 而給他一條這樣的路 下面這個 真的有血有女的 這個 這個就是最近明報 8月 好像是 在Facebook 很空洞 這個 他在工程 占子 20歲之後 這個 也都是 三年 還是四年 才寫這個 的音樂 他說 轉讀Vasor音樂 遲一年畢業 我沒有看過他 也沒有收過我的課 他說 我很想作曲 他會用 Sensor YouTube的連結 來告訴我 我最想聽 社會做這些 當時他Sensor 一堆都是 基電影音樂 Han Sip 那類的作品 我說 我跟他 說 我跟他 分享 我跟他聊 後來這個學生 因為 放棄了 他回到明報 那裡提 他的故事 他就放棄了 他拿了 學生去香港 Youtube Engineering 那 就沒有心機 就是因為 讀音樂 他沒有心機 讀Vasor音樂 你自不如 你沒有心機 讀Vasor音樂 但是他知道自己的 困難不夠 他就 寧願做一份 我通常拍攝 就 buddy之後 每個禮拜 都有兩天回來 唐聽我教的 counterpoint 或者作曲的 這個課 那我通常 arrange我的工作 就是 之後到教室 下手就開會 或者下手去 supervise proscript 學生 每次回來 拿著一些大集號 給我看 他自己作了一些 明明在我的office 偷兩小時 都不肯走 我通常都很 我會擅長這些 因為我會覺得 他有 但是問題是 他的作品 那些材料 我自己看 一看就知道 不合 但是因為他 好的 passion 他做了一大小 我問他為何會這樣 就是 他高呼 他說 最後 我告訴你 這些材料 是可以的 全部是可以的 而且你選擇 這個 choice 那條路已經是錯的 不會做到好作品 這個 有幾個moment 我之前說到他哭 我說 其實你現在這樣 你又沒有那份成功 你家裡又沒有家庭 負擔 幸好家庭就沒有這樣 他說 其實你最想做什麼 他說 我很想零年再過 香港大學的postgraduate 就跟我學了一屋 有個studentship 就可以 所以就 我很坦白告訴他 你因為香港 香港要是背收 那他哭了什麼 他就說 你現在最想是有一個portfolio 你去演藝學院 收他們那些depot 或者你報的一個 那你 因為這個行業的好處 就是 我倒在自己的米 我叫這個香港探索 但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你應該告訴學生 聽個possibility 而且 我在香港大學 98年 我只有兩個 當然我有一大堆 MVU的學生 我只有兩個PhD composition學生 我也是說 因為我們升職 我們學校 我計算 我有幾多PhD學生 MVU 差不多不計 那我做什麼事 嗯嗯嗯嗯嗯嗯 就是剛才那個 他跟我的媽媽 我叫他走 我去外國看 但我不可以 因為我自己的利益 限制了學生的法治 這個學生 這個學生 我就叫他 AP有寶寸 因為有一個很大的performance program 你作完作品 就有人聽 你可以聽到 你的作品是怎樣的 他不停 到最後真的走到AP 但他不停地回來找我 如果我有時間 我一定會 看又好 那他報告 scholarship 報告學校 這些 recommendation 全部都是我幫他寫的 就最後他拿了 蔡白會長學級 就去了英國 那這部新聞訪問他 就是AP幫人arrange 就是找記者 因為他們有個學生 拿到The Ammonia Society 那個call for score 這個學生 send a score 是在這麼多的作品裡面 選了他 當然這些很引以為榮 那 我都感到他很開心 因為 我自己看著他 由一步一步 由一個 什麼都不懂的學生 看電視譜還要 數一下 哪條線是哪個音 那些樂器 都不懂 拿到他的成熟 那這兩個故事 告訴我 就是 我雖然在大學裡面 但是我覺得 不是一定要在大學 不是一定要進到香港大學 你才可以 走出來自己的課 那你作為一個教育觀讀者 你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你能夠 譬如我收學生 學生來找我 我不會因為我 他不是我跟我學術福 我將他拒出門外 他回來旁聽我的科 我也都有他 然後我真的沒有飯吃 他回來後我真的沒有飯吃 因為 他押了我吃飯的時間 然後我說 不行了 我要去開會了 你真的要請他走了 然後第二天 他走回來 這些我想都是 如果我能夠付出的 我當然要付出 他剛才說 小生氣說 我幫他一把 或者 開多點門給他 或者指一條 就是 你覺得他有可能的路給他 我不會說 你浪費氣 你上去做 我不會這樣 那就是這兩個story 會生三個例子 我想我留一點時間 大家分享 在結束的時候 我亦都給一個人民和大家分享 前年我和李歐范教授 講巴哈的時候 在香港大學講巴哈的時候 我看到的 但不是巴哈的 講巴哈的文章 也是看你們大學大學 陳國求教授講 中國的文學和書情傳統 裡面看到的一些人文 就是沈松文 沈松文是一個好的例子 和Passion 他原本是當兵的 一讀到小學 他突然很想做作家 就跑去北京 在北京大學旁聽 現在你不行 你跑去北京大學旁聽 我想有人查一些身份證 你跑去北京大學旁聽 你撈著鼻撈動 什麼樣子 沐達夫也會救濟他 他都要寫文章 一知就變成一個文猴 可以說是文猴 但是1949年 因為他寫過一些文章 因為被一些左傾的文人 去批評 就直接放棄了 不再寫東西 做了一個打烏合的人 這個我想是很痛苦的經驗 但是他在60年代的時候 自己寫了一些文章 不打算發表 這是他後來 Compile的時候 他抽象與書情 他說 藝術有什麼用 他說生命 變化 鬼緣是常態 唯有透過藝術 你可以和另一個時空的人 透過藝術 通過場上的時間 遙遙的空間 和另一個一時一地 身處的人 彼此生命流珠 無有阻隔 任何的藝術 我覺得都是 不是 怎樣產業化 不是怎樣賺多少錢 其實最可貴在這裏 我想我留的時間是和大家分享 多謝大家 謝謝陳庭恩教授 請陳教授到台上的梳化位置坐下 接下來會是嘉賓討論環節 現在有請菅妮博士和趙新希先生 再次上台進來二十六環節 請菅妮博士和趙新希先生 謝謝菅妮博士和趙新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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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從中找到一些靈感 找到一些自己會深刻反思的一些訊息 接下來這個環節 我們其實希望多一些時間 我們儘量爭取多一些時間 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提出問題 或者有些說法 不一定要對的 或者一些很聰明 很有見地的思考 我希望大家真的和我們交流一下 亦都是我們來這裡最主要的目的 請這位朋友 第三位嘉賓多謝你們分享 我想聽過一些 跟你們講 我姓何希 香港大學特殊學習 需要與融合合中心的同事 我想問一問就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一些經驗 在幫一些有特殊學習的需要 其實會有很多不同的思考 可能是過度活躍 讀寫障礙 自閉 或者是阿斯堡加政的學生 去 不知是從事還是學習 一些不同類型的藝術經驗 這個對他們會不會是一個很重要的 在傳統教育以外的一個另外的動門 請大家可以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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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王二十高沒有問題 可能讀寫帳號 到他真的要回答問題的時候 可能會出問題 或者學生平時沒有問題 但到考試就不出現 可能不出現 你唯有去諒解他們 或者透過大學的輔導 或者考醫那些 我們會給一個適當的方法 去諮詢他們 就不會用回同同 我想做教育工作者 最低限的要素就是 acknowledge 這些學生 是有一種不同的需要的 你不可以用平常那種 就是用你自己的心態去諮詢 為什麼他們明明是一個 一個頭頭考的事 去做什麼事 他們兩個頭頭考 是不是扮演 我想最基本的要做到就是knowledge 但是你說 怎麼透過藝術去幫他 我想是有一些 不是我可以說 因為要提供到專門的明明 謝謝 還有其他朋友或者同學 有方先生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這個問題想問一問 professor Chang 我知道你也是玩中樂出身的 我自己其實也是玩中樂的 我除了玩中樂之外 其實我中西樂也有玩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音樂 所以我比較喜歡玩中樂多些 其實我從小到大 除了Performance之外 我自己對作曲也有些興趣 所以我偶爾也會玩一下 我其實作曲 我是想 我自己一直以來都是想 繼續推廣中國音樂 因為我知道在香港 其實都 其實現在普遍了 但是都未及不西樂那麼普遍 所以我自己想作一些 中國的作品 就推廣這個中國 就等多些人的認識 其實我自己作的過程之中 我自己就有些疑問 就是其實中國音樂和西方音樂 各有自己的特色和風格 有時候我做到一些中國作品的時候 可能會混合了一些西方音樂的元素 這樣雖然聽起來是有點創新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給其他人聽過 其實他們的看法 其實都算是OK的 是創新 但是有些人的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是違背了中國傳統音樂的風格 就變了可能 有些人甚至想成是不倫不類 我想問你有什麼看法 就是你覺得應該 如果我真的有心想推廣中樂的東西 我應該是繼續 可能混合一些中小元素 令它更加有新意 還是應該保留原本 它中國音樂的傳統元素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要給一個talk 兩張手提供 你坐一會兒 我想這裡有幾個 幾個 就是我回答你的分析部分 因為你說你很想推廣中國樂器的東西 推廣中國樂器 你是不是一定要新作品呢 即是 舊的作品也不行呢 我想是可以的 有些某幾個樂器 譬如琵琶 古琵琶的Solo Repetor 不大 譬如二虎 所有的Solo pieces 都是二十世紀之後才作的 我們就知道這個歷史 那你的樂器 如果你想它有一個Solo Repetor 你一定要有新作品 我想任何的技巧都沒有問題 只要你知道那個技巧是WINDOW 還有你是不是 Working against the instrument 還是 我們用英文的字 叫做Eumatic 你要把楊錦去彈那些 Appleasure 現在都已經變成他們的Language 但是就說 你好像一個走音的 楊錦出來好像走音的黑色 或者你自己古增 好像一個handicap的黑 我們不希望是這樣的 就是把黑色調整了Hotone Scale 它除了是Hotone Scale 其他都沒有分別的時候 我想你搞清楚 就是那些作用 任何技法 即是如果說很賭家 中國人那樣 即是你到最高境界 什麼技法都可以用 但是問題 你用了技法 是不是對電樂器最好 因為手機很棒 你如果想寫一手 2-part feel 給一個儀虎來拉 那就沒可能 我想如果你真的想推廣的時候 你現在應該做的事情 就是所有skills你都學 還要找回原本的 context 是怎樣 譬如西方的extended technique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或者那種的作曲技法 在那個 context是怎樣 和你怎樣做得好 你看得越多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就會慢慢 你現在可能是在看 一個很小的範疇 你用那個技巧 是一個很小的技巧 變成你看到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有些不足 另外一個答對的方法就是 我是反對那些傳統塔利班 即是中樂是否一定是上男音 中樂是否只是出弦曲 或者是否一定要這樣唱 我是反對那些的 因為當你看回那個傳統的時候 中國音樂的傳統 在那些 譬如我講原劇和說唱音樂 那個傳統 它彰顯的是演出者 或者填詞的人的才華 不是作曲的人的才華 當你要將演作為一個作曲家 在那件作品裏面的時候 你要問你自己 你有沒有能力去提升那件樂器 那時候你就要提得多一點 你的眼睛要闊一點 然後放在裏面 那個問題就是 已經不是用傳統的技巧 我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我們可以再談談 因為這個很大的問題 有沒有另外一位朋友 我夠聲音 我想問趙珍喜先生 因為之前就有討論 現在我想 我相信樂行音樂越來越 用電子音樂的技術 這樣就 一個人 就像你講 在自己的房間裡 就已經可以 就這樣沒有了樂器 都可以指揮一路 這樣 就好像 疑惑疑真 那樣 就是這個存在 但是剛才我們的主題 是說Creativity 這樣就 音樂又沒有很濃厚的Creativity 當越流行電子音樂 這種方式 作曲的時候 會不會是越令到音樂 成為一種樣板式 或者是缺乏了 即是說它最重要的創作元素 其實中間這兩樣東西 但是這兩樣東西 在發展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去評價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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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